乐不思蜀 司马昭宴请刘善,故意安排蜀国的节目,在旁边的人都为刘善的王国感到悲伤,而刘善却欢乐嬉笑,无动于衷。 司马昭看见这种情形,就对贾冲说,想不到,刘善竟糊涂到了这种地步,即使诸葛亮活到这时,也不能辅佐,何况是姜维呢? 贾冲说,不是如此,殿下,您又怎么能吞并他呢? 有一天,司马昭问他说,是否会思念蜀地呢?刘善回答说,这里很快乐,不思念蜀国。 知道了这事,随时刘善的戏证,就指点他说,如果司马昭再问起时,你应该哭泣着回说,仙人的坟墓都埋葬在蜀地,我是天天都惦念着呢。 后来,司马昭再问他时,刘善便照着戏证教他的话回答,司马昭于是说,为何像是预政的语气呢? 刘善听了大惊,睁着眼望着司马昭说,嗯,您的话确实没有错。 左右的人都笑了,恶不思蜀,是指蜀后主刘善,甘心为鲁,不思复国。 后比喻在新环境中得到乐趣,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。 老玉能解,白居易,自乐天。 青年时代家境贫寒,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,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。 二十八岁那年,重进士,又经过一次考试,当了一名小官,后来官当得大了,可是因为得罪了权贵,被贬到江州当司马。 最后,他官至刑部尚书,白居易认为,诗必须便于诗人理解和记忆,所以他总是使自己的作品,风格和语言深入浅出,平易通俗,让人们乐于接受。 据说,他的心思要让老夫人也能理解,老夫人说,理解了,他才能定稿抄露出去。 老夫人说,不能理解,他就进行修改,直到老夫人说,理解了,方才罢休。 一次,他家的老夫人,向他讲述了他亲眼看到的一件事,白居易根据这一活生生的事实,写成著名的诗篇,母别子。 写完后,白居易对老夫人说,这类诗如果揭示上的人听不明白他的意思,那么写了也没有意思,我且读给你听听。 说吧,他将诗缓缓念了一遍,老保姆一边听,一边点头,竟然全懂了。 白居易这才定稿,老郁能解,是指每作一首诗,就念给老年妇女听,不懂就改,力求做到他们能懂,形容诗文明白易懂。